今天是今年的有效演出第80场 所有的这个签证一档期 已经到了明年的五一之前 2020年12月1日 长沙梅西湖大剧院迎来了一场期待已久的演出 国家京剧院一团 本年度全国最后一轮巡演 在这里开启 上上的团来 上的传来 好一派将纪念 此次演出剧目 是九眼不衰的贺岁荡大戏龙凤城翔 在剧中饰演刘备的 是中国著名老生演员于奎智 既奎智的黄金搭档李盛肃 为派第三代传人 饰演孙尚湘 大团圆的结局 大气恢弘的表演 让长沙观众释放着火辣的热情 宽生雷露中 鱼腿至李盛肃 反场表演 四郎探母片段 第三代传人 十七八七十二年 第二代传来 同意的经历 同意的经历 同意味的经历 我爱和写的面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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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 谢谢大家 剧场内的热情延续到了剧场之外 凌冽的寒风中 一群年轻的票友 正在焦急等待他们的明星出现 我自己走了 我好开心啊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这小姑娘那天她明星胡着她们碰到 谢谢 谢谢 又是 你一段人出来了 对 澳门见 澳门见 还有去澳门一个 谢谢你 谢谢你 沉淀了两百年的京剧 在当代明觉独具个性的演绎下 形成一股强大的引力 让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跟着演出路线有规律地运行着 鱼奎智和李胜素作为团里的领军人物 他们常常会在演出前仔细找出纠正上一场表演时出现的每一个小问题 一句唱腔 一个表情或是一个台步 都要与塑造的人物严丝合缝 高度融合 这是于奎智对晚卫提出的最低要求 我们是前辈艺术家这么言传身教口传新兽过来的 尤其是国家京剧院 本身就是一个代表着国家的艺术水准 无论是他的艺术作风 他的这个思想作风 他的团队作风 包括他的艺术风格 那都应当是严谨规范的辉煌大气 容不得你有半点的懈怠和马虎 年近六十岁 入行五十年 在国家京剧院工作四十年 曾担任过副院长 艺术总监的于奎智 把高挂在国家京剧院剧场里的八个字 守正创新 培根筑魂 深深刻进心里 中国国家京剧院 一九五五年成立 京剧大师梅兰芳担任首任院长 由李元叶杜伟代表的诸多名家 到于奎智 李胜肃等当代名学 经过六十多年的新火相传 国家京剧院 形成了从台前到幕后 严谨 规范 大气的行业风貌 背着手还是一下掐着腰都可以 对 跑员场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 舞台台步的一个训练 你看那靠琴随着人体走 这就是功夫 这四个靠琴不能来回乱动 像我们跑员场都全部都得这样一样 这个速度要根据剧情 根据人物需要 快慢 很难很难 学十年 到这儿来十一年 每天还这样练 他走哪都练 他有的时候没有条件在外面 他在杨晖地上他都练 他们对艺术都是太热爱了 都是太热爱了 三两步万水千山 三五人千军万马 要走出气质 舞出姿态 靠的是精益求精的千锤百炼 但对京剧演员来说 最难的不是每天不间断地练功 而是付出与回报 不成正比的巨大落差 是继续坚守理想 还是向生活举手投降 这是很多年轻演员的困扰 就连李胜素也曾想过放弃 也差点就改变做有事演员 后来一想我学了这么多年 我不是白扔了吗 随着记忆愈发纯熟 得到观众的喜爱愈多 李胜素的心就愈沉静 对舞台就愈敬畏 没派艺术的精髓 是一个美字 李胜素诗成梅兰芳之子 梅宝九先生 于他而言 艺术之美点亮了平淡的生活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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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大 它得卧下去 来起 对 把花拽过来 闻 好香啊 对 牡丹 大牡丹花 掐 把枝子放开 起 闻 这就是杨贵妃碎了之后 闻花的动作 全都是美的 给观众美 这梅先生设计得特别好 因为同样追求素雅清爽的艺术风格 李生素和于奎志搭档20年 舞台上 他们光彩照人 成就彼此 舞台下 他们以苦为乐 心正为范 所以我们这里头 这个笔的颜色 就是靠自己的笔头给它分开 就是这个比较古老 太平了 我们这个后点白 都是靠这个 这是咋里刷的 太古老了 这是我上学的时候 细剧版刷就是这样 我估计现在这场子都没了 没了 这个至少得二三十年了 细剧本 这是传统嘛 这是一种味道 你说不上来 每次演出前 为了保持嗓音清亮 鱼葵志和李生素 都会遵从前辈留下来的传统 从不吃饭 几块苹果和一个鸡蛋 就是晚餐 还是有点传统吧 就是这个 饱吹饿唱 吃太多了呢 总是觉得气息不通畅 就是我们叫压气 因为观众太熟悉 我们这个声音啊 包括我们的状态 你一出场 他就希望你的声音是清亮的 工作所致没办法 生活尽可能地简单 戏却大于天 鱼葵志熟悉龙凤城乡里 每个角色的每句台词 即便不知演过多少次刘备 但每一次 他都会按照第一次登台的标准 去做准备 所有的勒头到这一步的时候 都要张嘴 你注意看 所有的演员都要张嘴 原因就是 因为眉毛掉上去了 不张嘴眉毛会容易掉下来 我们这个戏曲的特点 然后组装能够能够这些东西 拿这个片子来消失联系 所以戏曲化妆就得需要 两个角色 你看就这点东西 你看多简单 就这样能画出一个漂亮的妆来 用最简单的工具 勾勒出千姿百态 用最质朴的心 演出最完美的剧目 这是于奎制 李生素成为明觉的必要条件 也是他们能默契搭档 二十年的幕后原因 心持空假回金筹 吩咐参与赞 有的时候得到一两点钟才能下去 长年勒 头还好 但是是木的 要敲是木的 原来平常我们最多是一百三十多场 我们都是前辈一直要带起来 现在我们就想通过我们现在的这种能力 尽量地去多带动他们实践 旅客们你们好 进站后不要在站台上奔潮 京剧演员在舞台演出别人的人生 却很少有时间安排自己的人生 结束了猪洲的演出 剧团又拖着上百个行李箱 赶往佛山准备下一场巡演 一年365天 有近三百天都奔波 他们不是在舞台上 就是在前往舞台的路上 你们的人我打他们都没接 你往这边走 往我这边走 我们都在这边 这还是基本的一个阵容 我们有的时候出去都得85人 这种也是一个船帮带 我们毕业的时候老前辈老艺术家 就是这么带着我们 有的时候冬天出去 回来的时候北京已经春暖花开了 那个时候艰苦 那个时候出去要自己带行李 暖瓶都自己带呢 有住化妆间的 有住上下抬口的 还有住关注席前厅的 那个时候因为条件差 国家京剧院医团 人员近百人 作为灵魂人物 于奎志在登台演出的同时 还得操心大致剧团巡演 小到队员衣着的各种事物 连续奔波多日 于奎志有些疲惫 其实的确是很辛苦 你像我要是练了演大戏 就要吃安定 洗漱完了之后 一定要吃安定 多少年了 不吃安定的话 你脑子里头全是舞台上的 裸鼓 音乐 唱腔 这种画面 你根本静不下来 我是地道工人后单 圣树是地地道道农民的 我们本地上 都是不如农人家的孩子 你是一个带头人嘛 你这个东西 你要把他们带好 包括圣树团长 都是这样的 我说一个人这一生 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 我来北京就掉过两次眼泪 第一次 在坐在国旗杆底下 背冲着天安门 看他们放风筝的时候 掉眼泪 我那天发的试 就是我一定考上北京 考上中国戏剧学院 进入最高学府 我在上铺铺床的时候 我掉眼泪 那个时候什么呢 第一次离家 将在这个地方 要度过四年 有喜悦的泪 也有这种思念家乡的 这个泪 所以我经常和我身边的学生 和他们讲 我是一定要珍惜 刚到佛山大剧院 于奎之又打起精神 开始彩排 责任所系 岂敢研修 时至今日 在余代代金剧人的艰苦跋涉 和艰难探索下 这个被称为国粹的剧种 已经走过了两百年的 万难正常 造就了一步步流传至今的 不朽经典 为中华民族 构筑了一个温暖 欢乐的精神家园 之前 是前辈们燃起新火 照亮了于奎智 李胜素 走向艺术殿堂的路 现在 他们想接过传承的火把 把年轻演员 推上舞台中央 继续让这朵民族之花 在祖国的大地上盛放 让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熠熠升辉 灿烂属于中国文化的 精彩乐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